日本哪個城鎮沒有人行到的 我先不講什麼郊區公路 郊區公路沒有人行到很正常啊 但是哪個城鎮裡面沒有人行到的 不可能 就是他們的城鎮跟或者景點跟風景 他們是比較融合的 而且很尊重自然 譬如說河掌村 哇 已經世界遺產了 然後很多觀光客湧入 可是沒有便利商店 像那個我就覺得河掌村那個 那個古老的房子跟景周圍的那個山景 就是那麼的融合 嗨 大家好 我是河阿羅 我是Toro 歡迎來到我們公路漂流 我們今天呢已經騎到北海道了 是 基本上呢 算是只差最後的一兩千公里 對 哇 終於啊 就是騎了四十幾天 總算要把這一趟旅行 全部騎完了 是 好 那也騎了那麼多了 那也就算是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了 其實呢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把美國的東西先拍好了 就是我拍了 為什麼你一定要去美國騎車的五個理由 那當然呢 我也會平心而論的去講一下 為什麼美國騎車 有哪些地方不太舒服的五個理由 那想當然啊 我們再來日本當然也要拍了 不過我覺得你這個資訊是真的蠻重要的 對啊 對不對 大家通常都會想的很美好啦 嗯 但是還是現實上有一些 大家一開始都沒想到的事情 這些東西就是 你不管到哪個國家也都會 都會有優缺點嘛 對 而且重點是什麼 缺點我放會員 哦 你聽得懂嗎 對不對 反正就是有興趣的 就自己加一下會員 30塊就可以看了嘛 那也不是說這個叫缺點 而是你不習慣的東西 不習慣 台灣人容易不習慣 好 然後那我們今天就來排什麼 日本騎車 就是為什麼有五個理由 你一定要來日本 一定要來 好 開始之前啊 我們當然也是要業配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趟騎了大概六七千公里的 這一件衣服 請大家一定要努力支持一下 那也感謝我們的乾爹 謝謝 秀儀 然後提供了安全帽跟萊雅耳機 然後當然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YAMAHA啦 一路上支持了我們就是 換了三台車 然後FORCE就全部騎完好不好 YAMAHA也有做出這些好車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騎完這一趟 車況超好 對 超爽 好騎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趟贊助商 還有除了這兩位以外 還有什麼 像我們的衣服 這個 對 就是LUIS 那全套的衣服 我們的贊助商 大家也要記得去支持一下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講 第一個呢 好 就是講租車的制度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完善 我覺得在日本租車 就是有幾個讓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你知道台灣到目前為止 能保車體險的車不多嗎 像那個YAMAHA吹車900GT 可能40萬50萬的車 可是我被人家撞到的話 我自己沒有辦法買保險 保我自己的車 了解 但是日本 這套制度非常完善 是 就是他們 會有一個類似保險的制度 它會有一個上限額 雖然沒有辦法像汽車一樣有權險 但是如果今天就是發生了什麼 比較大的事情 我不用買單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有權險 YAMAHA有 對 YAMAHA有 對 YAMAHA有 來分享一下台灣跟日本差別在哪裡 日本保險目前看我量兩個 最差會有什麼上限額 日幣10萬 10萬日幣 啊 剛才才付2萬多塊而已耶 好便宜喔 簡單來說就是 你最差最差 整台車撞到燒掉 你也只要賠2萬 對 差不多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先講 這些保險都有一個原則 你不能是惡意的 對 簡單來說呢 在日本呢 它可能會有個8萬日幣或是10萬日幣 你就算撞到整台車炸掉了 也才賠這個錢 那 YAMAHA的租車體系是什麼 完全免費 但是你要買喔 你要加買啊 對對對 要加買 我印象中就是可能啊 但或許就是頂多會有銀損 有銀損喔 有 有 汽車有 可是一樣汽車的保險就是說 你買加買這個的話 就沒有銀損了 所以YAMAHA似乎也是一樣 好 那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 來日本騎車 遠比台灣還有保障 是 對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呢 我覺得呢 由我來講非常非常的適合 是 就是公路設施非常的完善 我已經騎了6000多公里了 我沒有撵過釘子 然後你看我在美國 媽的 我補來補到快死掉 對不對 怕了喔 對 這個就是我覺得 日本的公路真的比美國還要乾淨 那美國當然可能比較沒話講 那地太大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荒郊野外的 他們可能很久久才少一次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就是 城鎮跟城鎮之間很近 你不用怕找不到加油站 對 好 但是在美國 我跟你講 基本上啦 如果不帶油箱 你絕對到不了下一個加油站 這個是很正常的狀況 好 你知道我在美國 目前騎到最遠多久沒加油站嗎 最遠200公里 500公里 哇靠 中間什麼都沒有 中間是連便利商店休息站 唯一的休息站 就路邊挖一個壁車丸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日本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 對 真的不會 日本比較嚴謹 你不能自己裝油而已啦 對 還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停在高速公路上 那真的很大條 再下一個呢就是我覺得 雖然目前沒遇到 但是我覺得 就是日本你一旦爆胎了 這個胎真的刺到胎壁了 你要換輪胎 應該比美國好早 如果是機車會難一點 因為畢竟它可能不見得有材料 如果只是補胎 中丁了 我跟你講 幾乎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處理 我們日本 雖然可能機車沒有像汽車這麼多 但是至少一個村一個鎮 或許還有一家摩托店 對 所以那個 在日本啊 你也比較常看到那種小摩托車在路上跑 然後所以我覺得在日本要 處理這些機械故障的問題 在日本應該遠比美國好處理 還有一個高速公路休息站 美國我騎了1萬公里 高速公路休息站基本上沒有 所謂的休息站就只是一個廁所 就這樣 然後連自動販賣機可能都沒有 對 你看日本的休息站就真的 有大有小 也有什麼都沒有的 也有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畢竟還是比較少 基本上應該是說 好你這個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再騎個50公里 下一個就會有了 對對對 在日本我覺得這個休息站 整個公路的設施 比較完善一點點 好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我覺得日本的交通 真的遠比台灣好 我覺得這一點呢 其實是我最推薦來日本騎車的理由 來看一下人家是怎麼管理車輛 很文明啊 對好我就講第一個好了 最簡單的 你在日本會有什麼城鎮 當然還是有 嗯 但是會有什麼比較大一點的城鎮 你沒有辦法搭公車 或是搭鐵路到的嗎 幾乎沒有 對然後第二個 你可以講什麼 日本哪個城鎮沒有人行到的 我今天不講什麼郊區公路 郊區公路沒有人行到很正常啊 但是哪個城鎮裡面沒有人行到的 不可能 你看像台灣 對啊 很多 對啊 基本上出到台北 基本上都沒有 真的 對啊就很糟 然後第三個譬如說什麼 在日本 假設你開車 騎摩托車會比較麻煩一點 你去哪一個都市你會找不到停車位的 規劃的很好 對一定有停車位 大家不要覺得日本 其實你知道日本的人均車輛擁有率 比台灣高嗎 我相信啊 就是每100人 買有有汽車的那個數量 其實比台灣高 對啊 我覺得應該說除了像東京大阪這種超級城市以外 幾乎都沒有車不行啊 對老實說 但是呢 你就算到東京大阪會有找不到停車位的狀況嗎 也不會啊 可是在台灣超難停車 超難耶 發生什麼事了 對啊 台灣停車比日本還要難 而且你講說地下人稠 東京人口密度會比你低嗎 不會嗎 好 所以停車其實我覺得也是很好停 然後還有什麼 摩托車可以上高速公路啊 對啊 這才是正常嘛 對啊 我們那天在那個YAMAHA博物館採訪的時候 那個記者 他不是問我嗎 在日本騎車那邊 嗯 是覺得很棒 我說可以上高速公路 然後他很驚訝 台灣不能上嗎 我就說不行 然後他真的就 那你 那種感覺 欸我說真的啦 這個真的是笑死人 全世界只有大概5個國家 機車是不能上高速公路 你知道有哪些嗎 台灣韓國 韓國也不能上 韓國不行 韓國不行 還有什麼 委內瑞拉的樣子 就是第三世界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啊 對 我們就是啊 所以 那個在日本我就覺得 騎車真的是一件相對 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在日本後 這個才叫文明國家嘛 是 第四個 日本一定要來的地方 就是呢 我覺得食宿 哦 就是真的沒有話說 台灣人最愛的 有一點我就覺得 蠻不錯的 就是 我來日本之後 阿強介紹之後 我才知道就是說 日本有什麼 四大拉麵 五大拉麵 而且從北到南 其實都有代表 像你要吃 真正的味噌拉麵 就是要到什麼 北海道 那你要吃真正的那個豚骨 九州 九州 對 還蠻廣泛的 就是自己的飲食文化 對 其實也是來日本之後才發現 有些東西區隔很大 譬如說什麼 我念念不忘的 烤柴魚 哦 只有高知有 對 真的 對就是 你到 你離開高知 就沒有了 對 可是像我那時候 我另外一集就是在講美國嘛 因為同樣的 你在美國 你有一些東西就是 真的只有這邊有 你離開這邊 就可能買不到吃不到囉 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比較有趣 那不會像台灣 當然啦 必須平反一點 台灣太小了 北到南也不過200公斤 對啊 所以 墾丁賣的東西 台北也 有 好像蠻正常的 對啊 因為台灣比較小 真的就太小了嘛 好 所以 再加上就是日本的食物跟什麼 飯店 日本的飯店也是很 毒素一格啦 在全世界來說 榻榻米 對 然後 櫃茲的那個 吃飯 對 但是我們真的要抱怨一下 我們真的受不了 我跟阿強真的都受不了 那個腰痠背痛 真的 對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 溫泉飯店 如果你喜歡泡溫泉的話 騎了一整天的車 又冷 然後又濕 可以好好的泡溫泉 好 超享受 接下來呢 我覺得要再講下一個 就是 在日本騎車第五個好處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城鎮跟風景非常融合在一起的整體景觀 其實我之前就有在講了 你跟我講 沿島神社好了 沿島神社的景觀漂亮嗎 我覺得還好 我必須老實講 因為可能騎過比較多地方 我看過真正所謂的超級大山大水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日本的風景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日本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城鎮跟這個風景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 譬如說就是一根船屋就好了 你知道他們很注重這件事情 他們好像有景觀法 所以你看有時候我們去那個加油站就 這個加油站的那個 富士山 到了富士山不能用藍色 對 是基本的就是 你用木頭的顏色 對 所以我覺得在日本就是跟風景融合的景觀 就是他們的城鎮跟或者景點跟風景 他們是比較融合的 而且很尊重自然 譬如說河掌村 哇已經世界遺產了 然後很多觀光客湧入 可是沒有便利商店 對對對 便利商店要開在外圍 還是有啦 就是大概 就是看不到啦 你在那個村子是看不到的 然後就是不能蓋什麼大的飯店啊 什麼就不行 像那個我就覺得河掌村那個 那個古老的房子跟景周圍的那個山景 就是那麼的融合 你把河掌村拔掉 那邊就沒有東西了 同樣的 你把山拔掉 那也不叫河掌村 對 然後我覺得日本在這一點就是 哇 你經過每一個城鎮都是很棒的景觀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還有你看像我們昨天去的小樽 也是 他就是當地的人就是說 我們要保留這個景觀 而且還有就是我們的生活要繞著這個景觀 對 然後要改變我們自己去配合這個景觀 而且你看這都幾乎可能都是五六十年發生的事情 當時也不見得就是說 我們要來發展觀光 所以我們要這麼做 而就是發自內心的覺得說 我們要把這個保留下來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差很多啦 但我講一個對比好了 比方說在台灣 我們比較常遇到的某某老街 北部的 中部的 南部的 就是去之前 你可能會就是哇 老街 一些古色古香的 那實際到了的時候你就發現 哦招牌 這邊又有 這個煮玉米的招牌就是 台灣光招牌啦 光招牌就已經把所有的老街全部都破壞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招 我覺得近年有稍微好一點 就有一些老街會統一招牌 對就有好一點點 有在改善 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 日本就是做得很好 對 真的還是差太遠了 歐洲也做得很好 是 我相信 對對對 好 那最後一個我們來講一個就是 五個之外再講一個方外篇好了 就是呢 我覺得日本比較獨特的文化 這個獨特的文化其實我覺得很難形容 譬如說好了 就是我們在小大建築的民宿 然後一進那個民宿老闆娘就這樣 哦哦哦 跪下來你知道嗎 我就哦哦 那我知道 那這個就是熱情款待的文化 對 然後就是你來我這邊當客人 我就是要把你伺候的就是 服服貼貼那種感覺 好就這樣講是比較極端 但是至少就是 他是很發自內心的 就是想說 哎 希望你過的開心 是不是肚子餓 還是他是不是想洗衣服 還是對 他就是會一直為我們著想 哦 還有譬如說 還有就是說那個就是 各種職人 哦 我覺得現在這點是台灣真的要好好學的 就譬如說什麼 他們會說我們這邊的漁夫 嗯 是我們的驕傲 真的 可是到了台灣你就會說 媽的你們漁夫就是那個 小時候念書不念好 才來當漁夫那種 就是這種很歧視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要反過來講 社會竟然都壓這種觀念在我身上 那我也不需要表現的說 我多認真 對 對啊 我覺得 惡性循環 然後可是在你看 日本大監 他們出好多貼紙是說 我們大監漁師 對 還有那個漁船的貼紙 對啊 集團幾號幾號這樣 就是華人文化就反而會覺得 你不是當醫生不是當律師 你就是垃圾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就很糟啦 他們就比較多元 然後很尊重所有的每一個人 像我們這一路 一路都看到很多施工 對 然後會有人在那邊 那幾個慢 對 慢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慢就知道 前面應該是有施工 對 然後慢之後 還會有一個人在那邊 就是揮紅白旗 叫你減速 對 紅白旗 紅就是停嘛 對 那白就是可以過 或是綠旗啦 不一定 那但是我覺得 他們就是真的很認真正在指揮交通 做每一件事情 對 可是在台灣我看到 就是在拿一個棒子那邊揮 對 就是他沒有在指揮交通 你在那邊揮 所以我到底現在是要停還是要走 你在那邊揮的意思還是什麼 對 只是一個人在那裡揮而已 就是沒有認真的在指揮 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需要改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第六個 你應該要來日本騎車 旅行一下的理由 人文 對 然後每個人都 展現出他很專業的樣子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就是會再拍 六個 或是五個 就是 來日本騎車很阿扎的地方 那就交給你 交給我啦 我自己拍 那當然其實我 這六個東西也是跟阿強討論過的 就是說 其實 的確有大概這些東西 我已經盡量解釋過了 是他自己不了解的 沒有辦法 沒關係 這不是不了解 我就算了解我還是不喜歡 你聽得懂嗎 對 我還是不喜歡 對 那 可是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我不喜歡 可是我也把 他好跟不好的地方告訴你 那你喜不喜歡 你就自己決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這一集呢就是 日本必定要來騎車的五個理由 那記得大家看完之後呢 幫我們訂閱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